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 我是潘鲁 今天是2022年的10月19日 现在是今日的短视频 首先我要问候一下油管 CNN 为什么呢 今天我周六用了两个小时 讲了一个英国史 杨格鲁萨克圣人的救恩史完的第二部分 整个课件的PPT是四处五张 找了各种地图 还有文字输入 这个课件做了五天 讲课两小时 我刚讲完直播刚刚结束 五分钟没到 他给我上黄标了 我就请问一下 我连共匪的名字都没提 连中国都没提 我讲的是英国史 你给我上个黄标 你他妈老子有病了你 操你妈 所以我先问候一下油管 和他的审核人员 然后再说今日视频 我想说的是昨天我们看到了这个广州白云区两个北方口营的女子 为了去领快餐 没戴口罩被防疫人员摁在地上操 今天胡叼盘 胡锡净说话了 当然他是向来狗嘴里吐不住下牙 他可能是用下面吃饭 用嘴巴拉屎 因为他跟正常人距离是比较大的 他说我倾向相信那名女子是自己跪在地上为了争取同情 我觉得这个胡锡净胡叼盘 他可能是吃饭长大的 他嘴巴永远是这么充满了香的味道 但是呢 我真的奇怪的是这个 他的警务通报呢 就是一个以平常的 一个自然处罚的一个小问题来处理 没有把这个事情扩大 但是张杰先生 美国的法学博士 博训的主持人张杰今天写的推 看了我傻了 他用的是那个 灰衣女子被反绑的 跪在地上那张照片 说这张图片可以记录历史 希望成为民凶将他雕刻出来 牛仔裤和时尚的上衣 及发型代表改革开放时期 捆绑代表习近平极权主义时代 但女孩并没有屈服 他挺直身距代表了抗争 和对自由民主的追求 习近平时代的自民落点 是没有民心和违背世界潮流 注定是短命的 我觉得张杰博士 法学博士 还不如普通的推友的观点 下面是一位年轻推友的观点 你问过人家女孩 同意不同意了吗 人家哪里要求民主了 你小学命题作文写多了 脑子坏了吧 还要雕刻人家 你们赶掉 人家女孩子知道了 要骂你祖宗八代 你信不信 你们还真的是谁都能利用啊 有点肖像权 法治观念有没有 这就是张杰 法学博士的料性 我再说一下 这个陈文明就是那个 六四主题公园的雕像的雕刻师 六四党 我以前在做民政时认为 他们很高大上 现在看起来 不但不高大上 而且是猥琐得要命 满脑子都屈 昨天我都说了 两女子就是团卡 为了去拿盒饭 人家是吃饭 不是为了追求民族自由 你他妈人不然 不要再去 瞎来隐身啊 求求你们六四党 你要雕刻 这个惠宁女子 你何不把胡锦涛也 点给他旁边 他也是你们所谓的民族自由的领袖 有病 好 那么下面一个新闻是关于 芯片制造业了 今天在网易上看到一个 机械飙升的 一个新闻 说湖南大学 发布新研究的成果 1纳米以下的芯片生产 不用高精度光刻机 这时我想起了有一句古话叫三年不吃饭 饿死美国人 因为美国的这个粮食就没地方出口 美国人经济崩溃了 朝鲜逻辑 这里面有很多的问题 第一 芯片制造业核心就是 一个是光刻机 还有一个是制成图子的问题 你要知道台积电的5纳米7纳米 它领先到什么程度 它是全球代工芯片制造业的 70%的产人 你居然说不用光刻机 你用什么来雕 用沙雕来雕啊 你有病啊 你要知道 阿斯麦的光刻机一台卖多少钱 都是上亿欧元 而且还不卖给你 他只卖给你14纳米以下的 7纳米以上你别想 你以为什么了 阿斯麦而且去台湾建厂 台湾台积电又有个大动作 因为面临的大地的台海战争的威胁 台积电在分散风险 去美国建厂 台湾媒体台海网发布消息 台积电已宣布计划再投资120亿美元 在美国亚利桑那州扩建3纳米的厂房 并宣布该公司在美国新建的工厂 下个月将进行开机典礼 这个操作是非常我认为是非常正确的 因为毕竟是面临着共匪的粉红的威胁 但是强烈的新闻是这样写的很有意思 说台积电这个操作是要掏空整个台湾的半导体 是一个严重的卖国行为 跟美的坑切一切 请问台湾的台积电跟你他妈中共大陆有什么关系 人家是台湾企业 台湾是个独立的国家 听清楚没有 该吃药了 好 下一个新闻呢是俄罗斯 关于俄罗斯今天出了一个大事 俄乌战争中 有12名俄罗斯向乌克兰军队投降 投降没错 但是其中有一个士兵炸降 中途中把枪掏出来 我把这个新闻跟大家读一下 俄罗斯士兵再度出现炸降事件 导致10多名俄军士兵全部被枪杀 事实证明投降就投降 不要当英雄 卢干斯克斯瓦托夫的一个小村庄里 一只俄军小分队 一个班应该是12个人 放下武器向乌军投降后 在院子里挨个个趴下 一位乌军士兵拿手机拍摄 当时院子里距俄军服务几米外 有一名趴在地上的乌军机枪手 这个机枪手手上的重机枪 最后一名俄军走出来的时候 突然端起阿卡西斯 向院内的乌军扫射 当场达死正在拍摄的乌军士兵 这种情况属于炸降 荒乱中的乌军机枪手 开权力火力将 真真假假投降的俄军士兵 一道达死 是这个阿卡西斯的人犯了鬼 因为在这种场合下你是炸降 对方士兵不知道你是否全部炸降 我认为乌军的乌军的机枪手把他们全部打掉是对的 因为已经有乌军士兵被炸降的士兵被俄军给干掉了 如果他们都是炸降把身上的枪袋掏出来 突突突突 这个分队就被他们干掉 俄军用炸降的方式把他们全干掉 不是没有可能 后来消息也不会传出来了 所以这个事情我觉得不人怪 机枪手 他是应急处理 因为对方手上还端着枪 端着阿卡其次 这是自动步枪中威力很大的 7062毫米口径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责任在于俄罗斯军方 对于投降士兵的要领 要讲清楚 投降了就不能炸降 这个是违背国际法的 当然俄罗斯就这个料行 好 下面一则是关于美国的感恩节要到了 美国慈善机构免费发物资和火机 当然发这些东西是给了一些低收入的人员 来领取的穷人排起了长队 里面的华人比例之高 让人瞠目结识 以至于维持秩序的工作人员 怕他们拥挤增强 拿着喇叭用中文喊道 今天你们表现很好 很乖好不好 请大家注意的 这些华人他不是领一次 他们领了之后把火机 放在车尾箱里面再来领 请问你能不能不要装成这种恶狠狠的样子 真的我觉得太丢人了 其实我觉得丢的不是一般华人的脸 我觉得这个是是一种人类的词入 这是给低收入者的 对吧 你开着豪车去领免费火机 中国人想占小便宜 华人想占小便宜 吃大亏 对吧 你真正要去争取的是 非物质的一些东西 比如关于自由的价值 关于价值观方面的东西 不是一只火机 好 下一则新闻是关于还卫工人的 最近啊 这个哈尔滨招收事业单位的 还卫工人 还卫工人的一个报名 400多个岗位 引来了11539个报名者 最终呢 缴费成功的是7186人 注意啊 缴费要缴很多的钱 其中有29位硕士研究生 市人社局承认 此次招聘报名人数之多 层次高 大大超过预期 这些卫工人是要到大街上去 找马路的 早上要起得很早 但是别忘了 事业单位编制 体制内 这个太有人了 请问谁说中国人 讨厌共产党 中国人都很爱共产党 都很爱体制 都想吃人血馒头 都想吃大白馒头 都想喝别人的血 所以这是中国双鬼子 存在的一个避难 也是这个社会发展的避难 因为大家都喜欢 在体制内喝人血馒头 我曾经也是体制内 但是我已经被苏仁月开除了 我跟体制也没有关系 我觉得我今天的选择是对的 还有曾经有推友说 我在怨恨共产党 不是 我是自己选择了 走上了异议人士的道路 然后才被处理 先说清楚 那在体制里混 那我觉得也能混个 所谓的春风得意也好 但是可以说是 灵魂彻底的堕落 没有任何的针灸 下一则也是东美的 发生在吉林 这是今年六月份发生的一件事情 28岁的吉林保安 取言徒手接住 医院从四楼跳下来的女孩 深受重伤入院 身上多处骨折 女孩只受到轻伤 但是保安公司 不付一分检疫药费 把她开除了 女孩家长也拒绝探视 表示她多惯闲事 而且女孩受到轻伤 有事还要找她负责 让她付医药费 医院停了她的药 因为没有钱了 称医院不是慈善机构 问两件事 第一个 取言的这个做法 是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公益之据 是不是一个意义的 没问题 第二 那个国忍没到什么程度了 最后我有一位姊妹评价 她也说出我的心声 如果不是姓祖 有传播福音的使命再生 那个国完全不值得浪费我的人生 一分钟都是浪费 啊 真的 最后来讲一讲那个著名的网红李子柒 澳洲智库三蛙网红李子柒的背后 超盘手 其YouTube账号与人民日报同属一家公司操纵 属于一个皮包公司 是一个这个运营公司 所以她是大外宣已经是毫无疑问的事情 请大家注意啊 她的观众量是我的1720倍 她有1720万的订阅量 你看看 我花了这么长时间做一集 传播福音的网络课程 五分钟没到给我标了黄标了 请问油管你他妈是不是有病了 而且李子柒的这个价值量不是为零为负 因为他传播的是剧毒无比的心灵毒吉他 我今天做这个节目 我非常痛 因为今天嗓子还没好 但是没办法 因为我实在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因为黄标给我太多了 我已经没什么收入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 请你订会员支持我 光说喜欢潘老师不订会员 我觉得你也是属于吃人选馒头 做工得公价 如果你真的喜欢我的频道 想让我做下去 那就请你订会员支持我 因为我也要吃饭 我也要付房租 我也要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 交税 所以请你支持我就订会员 我也慢慢的把所有的节目转成会员节目 我觉得我没有必要像那些 像白吃馒头的人传播这个东西 当然福音跟网络客除外 直播除外 其他的观点的问题 我全部转成会员频道 如果您支持 真的是想请你做会员频道 因为现在直播跟公开节目 基本上都是黄标了 已经没办法做 好 谢谢大家 也感谢您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 明天再见 明天是安息日 主日 我是不做视频的 周一见